Hello 大家好 我是佳总 今天花了59块钱买了这一瓶冰激凌 我们来数数有多少根 1 2 3 4 5 6 7 8 9 4 1 3 3 4 5 6 7 8 9 4 2 3 3 4 5 6 7 8 4 9 2 3 2 3 跟冰激凌一共59块钱 这样花多少钱 3块不到3块也没根 一种绿色金琴 在我的中学时代的话 这个应该是不到一块钱的 火炬 中学土豪版冰激凌 一般都是那种正在谈恋爱的小情侣 或者是有男生真小女生的话 会买这个冰激凌火炬 双黄蛋冰激凌 这个冰激凌好像是今年刚流行起来的 我也没有尝过 不知道味道怎么样 这么多冰激凌 就这一种冰激凌 就这一个冰激凌没有吃过 没有吃过 可爱多 可爱多也是土豪版了 那会上初中的时候好像还没有呢 又有舌头 吃完了 然后就像果冻一样的那个冰激凌 冰冰厂 冰冰厂应该是初三的时候特别流行的 东北大阪 这是巧克力味的 红宝石系列的 东北大阪我只爱这一款 巧克力味的 特别正宗 小学三剑客 我以前一直不懂它为什么叫七剑客 它明明只有五根 它为什么叫七剑客呢 还有两根跑哪去了 好 现在我们留了一根冰激凌双黄蛋来试吃一下 刚买回来 所以有一点花了 我来尝尝 这个白色的部分就是那种奶油的味道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吃过那个奶油蛋糕 就跟奶油蛋糕的味道是类似的 只不过它是冰的而已 咬一口吧 嗯 太冰了 吃到这个黄色的部分的时候 有一点蛋黄酱的味道 还是很香的 好 今天就播到这里吧 接下来我要认真地把这个冰激凌舔干净 拜拜 我是少奇 好